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很多朋友在吃早餐的时候都会煮鸡蛋来吃 鸡蛋营养丰富,对我们身体有许多的好处 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但是现在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都吃错了 而且还犯了四个吃鸡蛋的误区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吃鸡蛋才营养又健康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 都会挑选红壳鸡蛋或者是白壳鸡蛋 其实无论哪种壳的鸡蛋 它的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 本身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红壳鸡蛋是因为鸡在下蛋的时候 所含的软皮比较多 而白壳的比较少 所以才有了白壳和红壳的鸡蛋 第二个误区就是 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买土鸡蛋 总是感觉土鸡蛋比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高 其实经过专业的人士研究 普通鸡蛋和土鸡蛋的营养价值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饲养的普通鸡蛋蛋清会比较多一些 而土鸡蛋的蛋清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它们的营养成分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 选择普通便宜的鸡蛋就可以了 第三个误区就是 很多人在生活中为了鸡蛋的口感更好 都会选择煎鸡蛋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煎过的鸡蛋会破坏鸡蛋里面的营养成分 而且煎过的鸡蛋也会增加了大量的油脂 吃多了不利于我们的健康 而且也会摄入过多的油脂 特别是有人在煎鸡蛋的时候 喜欢把鸡蛋煎得焦黄 这样反而会更加没有营养了 煎鸡蛋是所有鸡蛋烹饪里面 营养流失最多的一种方法了 煎过的鸡蛋会破坏鸡蛋里面的营养成分 所以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少吃一点煎鸡蛋 第四个误区就是煮鸡蛋 很多朋友在煮鸡蛋的时候 就是直接下锅煮的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把鸡蛋清洗一下 根据家里人的数量 准备适量的鸡蛋 把它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没过鸡蛋 用手抓拌均匀 抓拌至食盐溶解 因为鸡蛋表面含有大量的大肠杆菌 如果不清洗干净 就直接烹饪的话 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很多的疾病 这里加上食盐 是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抓匀之后 就这样给它浸泡10分钟 10分钟后 我们再来清洗鸡蛋 准备一块干净的厨房纸巾 像这样轻轻的擦洗鸡蛋外壳 鸡蛋外壳的鸡粪和杂质 就很容易掉了 清洗一遍之后 给它控水捞出 再放到另外一盆清水中 给它多清洗几遍 洗净后 给它控水捞出 很多人在煮鸡蛋的时候 都喜欢凉水下锅煮 那样鸡蛋就容易煮得太老 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鸡蛋如果煮得太久 就会分泌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正确的做法就是把水烧至微热的时候 看到水底微微冒小气泡 这个时候把鸡蛋下入锅中最合适了 水温大概在40度到50度之间 我们千万也不能在水开的时候放入鸡蛋 那样会很容易导致鸡蛋壳破裂 煮出来的鸡蛋就会不完整了 所以我们在水煮鸡蛋的时候 就要温水下入锅中 然后盖上盖子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 转中小火 再煮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时间煮得太短 蛋黄还没有凝固 吃起来也不卫生 时间到了 我们就把火关掉了 再用漏勺把鸡蛋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 给它浸泡5分钟 这样更容易包掉鸡蛋的外壳 5分钟后 我们的鸡蛋也放凉了 然后把鸡蛋壳包掉 想让我们煮出来的鸡蛋 营养又丰富 记得一定水开以后煮8分钟 这是最佳的时间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 就会非常的完整 也不会有开裂的现象 我们用刀给它切开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8分钟煮出了鸡蛋 蛋黄非常的焦黄 金黄金黄的 而且这个时候的鸡蛋 营养也是非常的高 也不用担心 有煮不熟的地方 煮鸡蛋 我们每天也不要吃太多了 每个人一天平均 一到两个鸡蛋 就可以足够补充 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如果吃太多了 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 增加一定的负担 吃水煮鸡蛋 一定要吃8分钟煮出来的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 才是最营养最好吃的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 好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